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把业务流程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好 那么我想了一下 我决定还是给大家用图形化的方式 然后更加清晰具体的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因为这个流程是我们做支付的最核心的一个流程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搞清楚 搞明白 好让我们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图这里来 这是我给大家画的一个我们这个应用的 从下单到最后用户成功支付 扣取库存量之后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业务流程图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力图 然后和我们的所讲的这个文字版本 做一个详尽的对比 两个结合在一起看 好那么微信支付 它其实有一个官方的有一个业务流程的时序图 但是它这个业务流程的时序图比较复杂 如果你对微信支付不是很熟悉的话 可能看起来比较吃力 好 那么我把这个流程图给大家稍微的简化了一下 会更加的容易 然后再加上我的一个讲解 会更加的清楚明白一些 好我们首先看 小程序在小程序里 用户了选择了一组商品之后 它首先要调用我们的下单这个接口 然后把相关的 它所请求的这个数据 发送到我们服务器去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API会做什么 我们之前说了是不是 会做这个库存量检测 最核心的一个步骤 然后如果这个库存量检测通过了之后 我们就会保存这个用户的订单 认为它是下单成功了 并且我们要把这个订单检测的相关信息 返回到小程序去 然后小程序根据我们的服务器 这边的一个下单的库存量检测的一个结果 决定是否要发起支付 如果库存量检测通过 也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的话 那么小程序就认为下单是成功了 它就要发起一个微信 它就要调用这样的一个支付的API接口 这个地方我们不叫发起支付 发起支付是一个比较 它有它的特定的作用 我们这里叫做调用支付API 那么小程序就要调用我们的API里面的支付接口 好那么小程序调用支付的API 那么我们的服务器如何处理小程序所发起的支付 我们自己的API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微信支付的 这一点是跟大家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也需要依靠微信它的服务器来做微信支付 好那么我们的API需要调用微信的一个预订单的接口 这个接口实际上来说是什么 就是预先在微信里面生成一个微信的订单 我们自己的API有我们自己的API的订单 那么微信它有它的一个订单 这两个订单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步我们称作这个预订单 那么预订单的目的是什么 预订单的目的就是需要微信服务器返回给我们一组支付参数 这个支付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说过了 这个微信支付不是我们简单的 就理解成小程序 调用我们API的支付 我们API的支付再调用微信 然后就完了的 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流程 首先需要我们的服务器去微信的服务器里面 去请求一组支付参数 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的API拿到支付参数了之后怎么办 我们的API在拿到支付参数之后 我们要把支付参数再返回给小程序 然后小程序拿着支付参数 再调用小程序内置的支付API 它带来调用微信的服务器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那么小程序如果它的支付参数是正确的话 当它调用微信服务器了之后 从小程序里就能弹出一个支付的界面 这个我们俗称叫做垃圾微信支付 这个时候然后弹出了支付窗口之后 用户就可以在这里来付款了 好那么在用户他去做支付行为完成了之后 微信首先会直接 他会告诉小程序你是支付成功还是失败的 那么这是一个路线 注意我们这里有两条路线 一个一条路线是微信 他会告诉小程序支付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说的 最终通知小程序成功还是失败的 是微信服务器而不是我们的API 那么同时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微信会同时 会异步的推送一个支付成功还是失败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到我们的这个API里来 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既告诉了你想程序支付成功还是失败 同时他也通过另外一个异步推送 告诉我们服务器支付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里我们反复强调了 微信交易我们的API是异步的 而且它不会只请求一次 到后面我们会具体的看到 它会每隔一段时间 好像是六秒还是几秒钟 反正就是不断的发 一直到我们的服务器做出了一个正确处理的响应了之后 它才会停止这个发送 否则的话它会一直发 当然它也有一个发送请求速的一个行为 一个限制 不是说它永远无止境的拔 它会在一定时间段内不断的拔 那么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的小时区用户 从下单到最终支付成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好那么这节课呢